落枕是怎樣 睡覺的姿勢 然後枕頭的一個舒適度 會有關係 怎麼樣的情況會比較容易發生 上班族又一直盯著電腦 那個肌肉腸筋很緊繃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潛在的危險因子 大家好 歡迎收看加油許氏 我是你家的小姐姐醫師許舒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你一覺醒來 然後突然就覺得 脖子沒有辦法轉到另外一邊 落枕的經驗 我覺得落枕好像大家覺得 就是肌肉扭傷嘛 但是其實有時候痛起來真的是 滿惱人的 偉大骨科醫師來講 他們會覺得是小case 落枕是怎樣 它怎麼樣的情況會比較容易發生 落枕其實縮穿的 它就是一個肌肉發炎 頸部的肌肉 比較常發生這個肌肉發炎的 有兩條 大部分就是上斜方肌 還有再更生成一點的提肩胛肌 那很多時候它的來源 大概就是因為你很姿勢不良 然後可能睡覺的時候 長期讓這個肌肉處在跟頸部的情況下 起床之後 或是你太累了疲勞 睡覺的時候可能忘記枕頭高度在哪邊 然後掉下去或什麼的 肌肉長期收縮的情況它就發炎了 大概就這兩條肌肉是最常見的 落枕的原因啦 所以抽穿它就是肌肉發炎 所以這跟睡覺當中 譬如說你的睡覺姿勢啊 然後枕頭的一個舒適度啦 或者什麼的 這些都會有關係 一定會有這些的關係 不過其實它成因不會只有 睡覺的枕頭啦 當然有些壓力過大啊 平時壓力過大 對啊 平時壓力過大 然後姿勢維持太久 比如說上班族又一直盯著電腦 那個肌肉長期很緊繃 都也會有這樣的一個潛在的危險因子 還有些什麼 那會說什麼A型人格 容易緊張的人也容易落枕 但這個東西就是 你很難去建議它的因果關係 不過都是有點互相關係 然後天氣不好也會比較容易 是因為可能是循環比較不好 所以像現在這樣很冷的時候 對啊 天氣冷的時候 那個血管收縮 其實很多時候發炎的 它那個無法代謝的很好 那可能就累積比較多的發炎 就是氣血循環比較差這樣子 然後也比較容易會有一些發炎的問題 假設你壓力大 真的的確也比較容易會引發 就是落枕比較容易發生 然後比如說長時間的姿勢不良 固定某個姿勢 然後天氣太冷 大概會有一些這樣容易觸發的情境 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落枕 有沒有一個快速可以緩解的方式 除了吃藥 其實有時候我自己也會發現說 譬如說真的就是吃了藥之後 你那個緊繃的感覺啦 其實還是很難就是去 去舒緩它 那會建議就是落枕 你要就是特別的去按摩它嗎 又或者是說落枕了 我要特別就是要去訓練 明明我知道這個方向我轉了會痛 然後我就還是必須要多多去轉它 就把它當成處理一般的肌肉發炎的原理 其實差不多啦 就是說因為這肌肉在發炎中 你不能很過度的去譬如說國速管 亂推它亂喬它 就只要讓它發炎越來越嚴重 但是你都不去動它其實反而會把這時間拉長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伸展 比如說你這個肌肉痛 你可以用等速然後等這樣的收縮 去慢慢舒展這個受傷的肌肉 不要大痛的原則 譬如說我今天是沒有辦法往右轉 所以你就是等速度慢慢往另外一邊 你會痛的地方轉 但是不要到引起大痛的那種快速 然後加速度的收縮 就是慢慢的轉 對慢慢的做 然後熱膚其實也是可以讓它緩解 因為熱膚剛才講過 它可以循環會比較好一點點 它會把一些泛物質都代謝掉 那真的想要快速 我們骨骼醫師其實還是有一些方式 打一些針在那個筋膜下 讓筋膜鬆解 其實很快大家就會達到一些緩解的效果 這樣就是最快速的方式 但是歸根究底 它這個處理這次疼痛的原因嘛 其實你無法預防下一次再發炎 所以如果你是個反覆常常落枕的人 那你就要注意到底是什麼問題 不是說每次都吃藥打針就結束了 對就是可是還要回歸到 你平常日常生活的姿勢 然後壓力的調適 然後還有就是 因應季節的變化的一些適度緩和這樣子 有些人會想說 自己太常落枕了 是不是原本頸椎有一些問題 可能有怎麼樣的警訊 你可能就要注意說 搞不好真的是頸椎出現的一些問題 對其實在脖子痛 在門診其實很常看到 就是說它就是脖子痛 那我們第一個問的就是 你會不會手痛 會不會手麻 因為這件事情想要問的是說 頸椎的骨頭的中間神經 有沒有受到一些壓迫或刺激嗎 如果是一些神經根被壓迫到 你就會有像電到一樣 手痛手麻的情況 那合併上面的肌群很痛 那這時候就不單純是落枕了 這時候就可能告訴你說 你這個要稍微小心點 不是只有單純肌肉發炎 你可能合併了一些神經根被刺激到了 所以你有合併手痛手嗎 或者是甚至有些比較嚴重的那些病人 就是他頸椎會壓到中樞的神經 會出現一些走路不穩的情況 甚至手會沒有力氣 這就是比較嚴重 那就不能說我今天就放鬆一下吃藥就會好 這就不太行 所以這兩件事情要分的比較開一點點 這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脖子痠痛的情況 然後如果伴隨其他一些麻 或者是開始沒有力氣等等的問題 所以就要很小心到底是不是頸椎可能也出了問題這樣子 頸部的肌肉其實相對來說 它的活動蠻單調的 那就是讓你的往低頭 然後伸直 然後左右彎而已 然後左右轉而已嘛 打電腦的時候 大概就比如說提醒一下自己 20分鐘 30分鐘之後 就做一下這種伸展的運動 其實就可以了 因為它 比較沒有辦法做什麼很強的訓練 除非你到健身房去做一些重訓 可以訓練這些肩胛骨的肌肉 都可以保護它 沒時間去的話 大概就只能做一些適時的伸展 然後定時的伸展 然後熱敷 對 人家適時的伸展 反正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嘛 右手來蓋住你另外一邊的耳朵 然後就是稍微往右側啦 適度啦 然後就是不要一下子太距離 對 它這個檢測動作 其實我們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做這個動作會不會有一些 像電到的感覺 如果有的話 這是你的靈感的來源 好 怎樣 你柯南 柯南看太多了 怎樣 你說 就是如果往側邊有壓迫的時候 因為神經跟從外面出去嘛 所以如果你手相對側的話 會有一些麻痛的感覺 那其實就是可能你神經跟 可以有些被壓迫到 這也是可以順便做一些檢測啦 我們也會做一些理學檢查 就是這樣做 你是說就是 就把病人的頭往外 頭往某一側 往外壓 那會製造出神經跟的空間變小的那個動作嘛 壓迫啊 對啊 所以如果這時候你伸展的時候 同時伴隨手嘛 那就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那可能是有些神經跟被刺激到了 朝這一側去伸展 然後你剛好 因為這邊被擠壓嘛 然後你剛好同側是這邊嘛 右手這邊感覺到刺痛或者是麻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就是有一些相對你的神經的壓迫 反正這種痠痛的問題如果伴隨著 不管是麻啦 或者是說沒有力氣啦 這個就千萬要是一個警訊要小心 大家就是反正在這個天冷的天氣啊 就不管是各式各樣的一些肌肉緊繃 大家就是注意 適度的一些肌肉伸展 然後適度的一些保暖以及溫膚 然後還有就是 什麼 就是這樣伸展啊 什麼 那不是講這個嗎 對啦 對我剛剛就講這些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避免一些急性的一些肌肉的一些發炎 造成的一些落枕或痠痛的問題 那大家如果覺得這一集的資訊非常實用的話 歡迎要幫我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然後還有開啟小鈴鐺 加油許氏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